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看 我也剪好了耶 黃色的 我也是耶 怎麼辦 我也是黃色的 什麼啊 你們三個怎麼全部都剪黃色的 而且這樣我們不就是 四條魚了嗎 我跟你講海洋世界裡面 要有一些水草啊 要有其他的動物才行 四隻都是魚 而且都是黃色的 可是你又沒有跟我們說 我們要剪什麼 我們就剪自己喜歡的啦 對啊 我也不知道你們要剪什麼 對 好唷 不要太吵啦 那現在怎麼辦啦 怎麼辦 就把這四條魚貼上去啊 不然怎麼辦 時間來不及了啦 你們覺得怎麼樣 好怪喔 這樣不可能會得獎的啦 不要說是得獎了啦 連陸選都不可能了 小恐龍 所以最後你們的海報 看起來很恐怖耶 就是一個無言的結局 那我就要問囉 現場小朋友有發生過 像小恐龍那樣事情的人打圈 從來沒有過的人打差 我看 這麼多人有過喔 一 二 三 才三個人打差耶 好 那 浴生告訴我發生什麼事 好 浴生來我旁邊 覺得很厭煩啊 說看 就是有一天那個 我們在做海報 對 然後 我們原本 那個組長還沒說好 要做什麼 我們 我們就開始做 然後 做完之後 組長才開始 開始說 哪裡不對 所以跟小恐龍 你們剛剛好像喔 一模一樣啊 所以你就覺得很厭煩 如果是你遇到這樣的情況 也會覺得厭煩的人 打圈我看 其實不只他 組長也很厭煩 對 大家都煩成一塊 對 真的喔 只有一個人是打差的 大家都很厭煩 好 浴生坐下 你會覺得生氣啊 說看 因為 掃地的時候 大家沒有換配號 嗯 那我覺得很生氣 那結果咧 結果 大家都沒有掃地 然後教室都很髒 那難怪喔 會生氣 也會覺得生氣的人 打圈 會耶 也是只有一個人打差而已 好 坐下 喔 所以老師 所以老師 像這樣啊 明明抱著一個理想 要跟大家合作 結果不如預期的時候 確實耶 就會生氣啊 厭煩起來 是 所以合作要特別去學習的喔 不是每一個人都會 那剛才我看小恐龍他們的這個案例 我就在旁邊替他們覺得好惋惜喔 是 因為小恐龍他收集了好多資料 其實本來應該可以帶著大家 做得更好 對 但是小恐龍如果可以再增加一點 分工啊 帶著大家討論的這一個動作的話 其實會把這件事做得更完美 嗯 在過程裡面如果有一個人 像小恐龍這樣子很負責任的 收集了一些資料 然後再加上帶著大家討論分工 然後討論最後目標 我們要達成怎樣 如果有這個動作的話 我覺得結局會是好的 喔 現在我知道了 原來在和同學合作的時候 不要急著埋頭做自己想做的事 大家應該要先設定共同目標 然後一起討論要怎麼進行 最後再分配工作合力完成任務 這樣才不會發生預期和結果 差距太大的情況 也不會破壞大家的友誼喔 不過啊 我們真的很希望 大家可以練習合作的技巧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進行動動腦時間 腦筋轉一轉一起玩遊戲 請小朋友利用老師教的合作技巧三步驟 一 設定目標 二 一起討論 三 分工合作 試試看把這三個圖形 剪貼組合成一個眼鏡喔 好 要來玩這遊戲的人舉手 我 那我要選三個三個人分兩邊 那就楚華 玉生好 你們這邊一組 快 然後蔡玉生那邊一組 好 心動快 兩分鐘喔 計時開始 好 玉生已經完成了 怎麼完成了 好 好了 就把板子立起來 好 兩組都完成了 我們先給他們熱烈的掌聲 哇 還不到兩分鐘耶 先問你們這一組 你們剛剛是怎麼樣討論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兩個鏡片 然後中間是這條線 對 然後是掛上去的那一條 對 但是 這邊呢 這一支呢 因為 像老人掛的眼鏡 所以只有一邊 喔 它是拿起來單腳掛的到眼睛對不對 對 這自圓其說吧 是不是 還是剛剛本來就有設計到這樣 玉生 還是這是最後結果了才發現 怎麼少了一隻腳 是哪一種 就我們一開始就討論成這個樣子 一開始就是這樣 先做這兩個鏡片 然後再想出那一個 但從來都沒有人注意到說這邊的事 大家都沒注意到 沒注意到 沒注意到 現在才發現 YES 是 我了解 好 還是很棒 好 那我看這一組來 你們的成品是這樣 討論的過程是怎樣 我們先分配自己要貼哪一個顏色 然後我們就按照順序 然後把眼鏡貼上去 喔 那怎麼想到要這樣組合 主要是 我要看九華在做 然後我就開始幫忙 喔 所以妳是看她一邊做的時候 妳就一邊在旁邊調整 那玉森負責什麼 我也負 我也是負責幫忙的 喔 我覺得你們 大家一起做出來的 但是你們好像 也不大知道是怎麼討論出來的 對 都不知道 反正就做出來了 是不是這樣 出不出來 好 那我了解 來 謝謝這兩組 都請坐下 請給他們掌聲 可是老師 我發現大家 也不知道是怎麼個討論法 也不大確定是怎麼形成共識的 就這樣模模糊糊的做出來 我覺得在討論過程是這樣的 就是說我們一起做一件事情 我們必須先確定 我們到底要做到的目標是什麼 所以假設我們被賦予的任務是 要做出一個眼鏡 對 那接著就要討論 眼鏡長什麼樣子 有兩個框 對 可是我們手上拿到有三個圈圈 怎麼取捨 然後眼鏡中間還有一個連接的 旁邊有兩個鏡架 對 那這些東西在我們手上 我們要怎麼樣去分工 這個就是討論過程 如果我們目標先很清楚 我們要做出一個眼鏡 然後呢 可能接著有人會討論說 什麼顏色比較好 有人喜歡綠色的 有人喜歡橘色的 再討論 那如果討論不出一個結果 我們可以投票決定 三個人我們來投票決定 到底要什麼顏色比較好 所以如果團隊裡面 大家都不講話的時候 要有一個人比較勇敢說 我覺得應該要怎麼怎麼做這樣 然後其他的人再把他的意見修改一下 或是表達自己的想法 對 這個就叫討論 好 所以為了讓大家再多學一下 合作方法 馬上進行體驗活動 請現場小朋友分成兩隊 每隊四個人分配三件工作 觀察員 採買員 以及組裝員 比賽開始前請大家先進行分工 好 你們這一組已經好了 所以你們這一組剛剛是怎麼決定的 是 兩個觀察者 一個是組裝的 一個是採買的 好 那你說你們這邊怎麼決定的 因為一行跟林宇涵 他們的記憶力比較好 所以他們就是觀察者 對 然後就可以把看到的東西全部記下來 好 然後那個育安 他是觀察力比較好 他就可以去看 哪些積木 有哪些積木可以拿回來 馬上 然後就組裝 你要組裝 對 第一步請觀察員仔細觀察 記錄積木排列的造型 並畫下來 第十 開始 好 十秒 二十秒 好 時間到 好 三十秒 預備 開始 計時鐘 計時鐘 加油 他們看起來好緊張 十秒 二十秒 最後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時間到 好 時間到 好 請兩邊的都回來了 告訴我你們剛剛怎麼做的 剛才是 我們兩個 一個人是左一個是右 有 所以你們畫的是你們剛剛負責看的那個部分 對 所以 麗芸妳已經把妳看到的完全畫出來了 有一些有點忘記了 對啊 妳 這邊選空字 好 那這一組就先這樣 不知道等一下會做出什麼樣的結果 好 這是你們畫出來的結果 好 跟我說一下你們剛剛是怎麼討論的 宇涵她先看然後我畫 宇涵看妳畫 然後她把她頭腦的東西 她告訴我 所以她 那她在看的時候妳在 畫 那三十秒大家一起觀察的時候呢 沒有 是之後 那個盒子蓋起來的時候 她告訴我 有什麼形狀 然後我再畫 所以妳負責是觀察跟說 然後妳負責是觀察跟畫 對不對 結局是這樣 對 好 我不知道結果會怎樣 好 可以了 好 先這樣喔 好 接下來請採買員 依照觀察員所畫出來的圖 挑選題目 十秒 加快 快點 時間要來不及了 二十 九 八 快快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時間到 好 時間到了 你買完了 廷中 你買了什麼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你只有買八個喔 她這邊 只有八個嗎 但不能了 抱歉 時間到了 請過來 你剛剛是怎麼樣決定的 我看這裡都不從盤子把金目拿出來 那你有覺得你完成了嗎 不覺得 不覺得對不對 但沒辦法 時間到了 好 謝謝你 聽眾請坐下 好 那我來問來 來 所以育安 三四五六七八九四 買了十一塊 如何 你剛剛怎麼進行的 就是看著 然後把裡面的金目拿出來 要用的金目拿出來 所以你已經完成了 你的任務 對 你覺得你確實做到了 是齁 接下來就看下一個表現 對 好 來 你回來 最後請組裝員 依照觀察員的圖 與採買員提供的積目 進行組裝 一分鐘 十秒 只有一分鐘 二十秒 站起來吧 三十秒 有納悶的感覺 好嗎 四十秒 加油 這個要在哪 在這 這樣 五十秒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時間了 好 等一下 天啊 佑辰你這決定是怎麼 你告訴我 兩個合在一起 兩個合在一起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你剛剛覺得少一個對不對 嗯 少一個什麼 少一個半圓形 因為剛剛少了一個這個 所以你知道這樣 對 自己想辦法搞定 對 好我瞭解 好你很不錯 好請你先回去 好那我來問 佳亮 你完全是比照這圖形進行耶 對啊 好剛剛這個過程裡面 你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時間超不夠的 我剛剛手一直在抖 那你覺得他圖畫得怎麼樣 我圖勝地畫得很好 下一代的必卡索 好 那就這樣 但不知道誰是贏的 好 請回來 我們請兩組都面向前面 好 你們看結果是這樣 我先問這兩位觀察者 這是結局 怎麼會這樣 你覺得如何 跟你們剛剛看到的 差很多 怎麼說 因為他們積木的形狀不同 形狀不同 對 好 麗芸說 積木有兩排 他變拍攝一排 對不對 可是 他在組裝的時候 他也有一個困擾 我問喔 來 宥辰 你在組裝的時候 你知道誰是左 誰是右嗎 我不知道 不知道對不對 可你們看一下另外這一組的 大家想想看一下答案 我先問這兩個觀察者 你們覺得他做得怎麼樣 不錯 不錯嗎 大部分都達到你的要求 是嗎 麗芹覺得 還可以 還可以 好 還可以 功夫解答喔 等一下你就知道 如何 宥辰 我期待喔 宥辰 你看看 你們看看 加亮這一組答對了嗎 我也不曉得 你們大家先觀察一下喔 我們先給這八位同學熱烈的掌聲 好 請你們都坐下來 好 都坐下來 老師 其實他 做出來的 跟他畫出來的圖差不多 是 這個圖這個 那我們這個遊戲到底是要玩什麼呢 其實這兩組我觀察喔 當然有高年級跟低年級的差別 是不是 有一個靠右邊這組比較 大哥哥 大姐姐 對 那他們就有一個大哥哥就很明顯地去做分工 而且他分工的時候他是先確定 每一個角色他的專長是什麼 有人記憶力要好 有人觀察力要好 所以這樣的分工是非常好的 那另外一組除了年紀比較小之外 我覺得他們在個性上也是比較屬於內向型的 對 他們沒有參與很多的討論 只是好像靠默契去進行這件事情 就是一開始在討論分配工作的時候 對 大家覺得要怎麼樣 才能達到我們想要的結果 先知道對方的優點 再來判斷 大家先知道優點嗎 還有嗎 淑花覺得 要先把自己擅長的事情說出來 然後再利用這一點去做分配工作 對不對 我覺得我很會觀察 讓我來做這個事情好 自己也要自願講是不是 徐老師 現在看到這兩組成品 我們真的很想知道 這個任務到底要怎麼樣 才能夠做得最徹底最棒 是 我們從一開始了解大家的專長優點之後 做了分工 那兩位觀察員他一看到成品的時候 他一開始發現有兩組積木 所以既然我們兩個人 我就分工你記憶組我記憶組 然後這樣子分工 所以我的記憶就可以多放在一些細節上 所以我可以甚至把顏色都記下來 然後採買者他必須要在30秒內非常專注的看出觀察者他畫出來的圖形 立刻抓出需要的積木 所以這是在高度壓力下的一個專注 那組裝者他就是完全信任前面的成員的一個成果 所以他就照圖把成品拼裝出來 對 但小恐龍還是有點疑惑 對 我們今天學了很多要分工合作的要領 那我們也覺得說應該就是要分工合作 是啊 但是當我如果分到了一組 然後他們不想跟我分工合作怎麼辦 有一次我們就在打籃球的時候 然後我的隊員他就硬要自己投籃都不傳給我們 然後所以遇到這種人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自己很熱烈的要跟人家分工合作 對 但別人就不怎麼樣跟你一起努力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用行動輪盤來面對這個問題囉 好 已經想到方法了你舉手 好 那我請雨萱 說出來說什麼 就是跟他們說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合作 這樣子 就說大家一起合作比較可以達到目標 所以你願意自己把這個意見說出來 好 謝謝你 雨萱好 坐下 好溫柔 那我請詩芸 詩芸 來試試看 請詩芸從行動輪盤的十個方法裡面選擇 你要採取的行動是在事事 怎麼做 跟他講清楚 然後讓他傳球給我們 講清楚說 你有的時候也可以把球傳給我們 是不是 好 謝謝你 詩芸請坐下 除了說出來跟在事事老師 面對沒有想要跟我們合作的人 他沒有別的辦法 好 剛才小朋友都很勇於表達自己的感受 對 但我必須強調你再去跟別人說他想請他做調整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他球不傳給我 其實我們很生氣 所以我們不要用生氣的態度去說 你為什麼球都不傳給我們 下次要傳給我們 這樣通常效果就不好 所以必須自己先冷靜下來之後 再好好的去跟對方講 那當然我也想說 有一些小朋友是比較內向的 他不善於把自己的感受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倒建議可以用行動表示 也就是說你下一次就不要跟他同一組 那你也讓對方知道說 他不好好做分工合作的時候 就沒有人要跟他同一組 所以對方也在學習 也許他也就會調整 下次跟別人好好的合作 是 然後他會很納悶 為什麼大家都不跟我再分同一組 然後如果他有提出疑問 我們再告訴他說 那之前我們跟你合作的經驗很不好 所以我們不希望跟你同一組 那不曉得你可不可以做調整 我們大家可以在同一組裡面 然後如果這個時候說的時候 又是很和氣好好的說 那新的契機就發生了 對 不過經過今天的討論 我發現其實合作真的是一個任務 它很需要大家好好的去思考 除了要有一個熱情 一個熱心 有一個很溫和的態度以外 它也需要很多的技巧 希望大家多觀察別人 觀察自己 很努力地去做分工 很仔細地去付出 我想每一個任務 你們應該都能夠達成很好的效果 大家一起加油吧 祝福你們 謝謝 沒有想到剛才我們做海報會失敗 就是因為我們在做之前沒有先討論就開始了 所以下一次要做海報的時候 我們就要先分工再合作 出來的作品一定會更棒的喔 沒關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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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太沮喪也不要哭泣 沒關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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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難免犯錯 改過才要緊 我真心說沒關係 我真心說沒關係 丟著讓熊孔悶悶的打石頭 我真心說沒關係 把不愉快都忘記